嗨 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我們這款滴定機 司馬來滴定機 我們要為大家開箱這款滴定機 為什麼要開箱這個 因為我們用了很多滴定機 用到現在覺得這款使用的上面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款的操作性還有安裝上面也都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蠻推薦給大家的 這款滴定機它是在大陸做的 但是我認為頂質還是算相當不錯 打開來一開始就是它的說明書 還有這個貼紙 這是滴定機的貼紙 就是有些人會不知道滴定轉的順序 那它有一個IN&OUT的貼紙 那它還很貼心的呢有附這個 這個就是你在安裝的時候 因為滴定機它裡面有兩個洞 它是可以鎖在牆壁上面的 那你只要把這個貼在你的牆壁上 照著這個洞去鎖螺 這滴定機就可以掛上去了 OK 那還有這個 它的附的滴定管 這個是校正容量的 校正時候用的這個15M的那個飾管 那這個的話呢 變壓器 再來它有附4顆滴定頭 再來呢它還有附這個指逆法跟螺絲 最後呢就是機子本身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機子齁 它本身設計的是相當的小台 我們使用這個捲齒量側 這個相當的精準 也沒有東西 18.4公分左右 那前後呢大概7.5公分 高度只有7公分 所以這個算是很小台的機子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這個洞對這一根 它的主要的軸心 然後插進去之後呢 你要壓一下 它會有兩身是卡卡 兩身它才是有固定住的喔 這個機子呢它可以 裝成這樣子 你也可以裝成這樣子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正反面 那這一台最主要的優點就是 它後面完全是平的 然後整台體積非常的小台 所以我要安裝在底櫃裡面任何地方 它可以有兩種的裝法 有沒有 它有直的跟橫的洞 所以你想要裝成 直直的掛在魚缸上面 這樣子掛也可以 這樣子掛也可以 那 安裝上來說 非常小台 非常輕便非常簡潔 OK 這個是硬體的部分 它就是有這些東西 那現在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實際操作流程是怎麼樣 首先呢打開它的說明書 說明書上面有個QR Code 你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下載到它的App 好 那再來我們就把機器開機 BB兩針以後代表說 這個正常啟動 然後開啟我們的Wi-Fi 開啟Wi-Fi以後呢 你會看到一個 司馬來這一個 一開始的密碼呢 預設值是12345678 設定完了你就按加入 好加入以後 我們就可以打開我們的App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棒的是 就是它很多東西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更改 比如說這個 我常按這個 中間這個Dosing Pump這裡 我可以修改名字 就是這樣 修改完以後它就會變成測試一號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台的時候 它就會列出很多個名字 那你就可以 自己選擇自己的名字 你就會知道是哪一台 好那 我們就點進去 點進去進入了以後呢 它會有Channel 1 2 3 4 它有4個頻道 那這4個頻道呢 我們分別可以設定它的流量 當然 每個頻道呢 可以改名字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點這個 設置日流量 就我們可以決定每天要設定多少流量 假呢 一天一七七 那確定 B一聲代表說它有寫入進去了 那你如果想要是手動功能的時候 我切到這邊手動 我打開按 按一 那它就開始動了 那我如果說我要讓它停 就關掉了 那再來呢 我如果今天我想要 欸 KH我想加10CC進去 我就輸入10CC 按開始 它自動就會打10CC進去喔 那再來呢 我們進入這個功能模式 它有 魚翼定時高級教診 教準 教準 家庭網跟重置 魚翼就是剩下的議題啦 你點進去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罐 我就是有500CC 在外面搭載到都是500CC 它就會是500CC在 登機來這裡 我們進入右邊這個高級模式 裡面可以設定 剩餘意量不足的時候它會爆擊 它就會叫 它就會一直發出 那還有一個 退出或返回自動模式 這個我們都會開啟 這個模式你把它打開來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 跳回自動模式 讓你不會說 一直停留在手動 然後都沒在定 再來自動縫頭檢測 今天的縫頭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它會 它也會叫 我們進入這個定時模式 什麼叫定時呢 它就是 你只需要輸入 你一天想滴多少 你什麼時間點想要打開來 它自動就幫你滴了 那當然有一些東西是 你可能兩天才要加一次 三天才要加一次 那司馬來也都幫你想到了 隔日 你看這個可以選擇 你要隔幾天去滴定 好 再來它有一個校正功能 因為每一台滴定機 其實都需要做校正 那怎麼樣校正呢 它有兩個校正 一個是校正1CC 一邊是吸水一邊是出水的 出水的叫出水管 你按校正1CC 它就開始打 假設今天只有 反正是1.2CC 你就打1.2 那它自動就會去幫你校正 那你如果覺得 校正1CC可能不是很準確 你可以校正10CC OK 最後一個呢 它有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是什麼 家庭網 你加入家庭網 你可以 就把機子連線 連到你的區域網路 就是說 你以後要調整你的機器的時候 你只需要 手機連到你家裡的網路 家用網路 那你就可以直接控制了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非常好用的東西 還有一個沒講到的功能 是唯一的按鈕 唯一的按鈕 就是這個Wi-Fi Reset 你如果Wi-Fi鍵連不到的時候 你就按一下 它就會把Wi-Fi重新啟動 它就 你就可以再做連線 那我個人是向他推薦這台機子 因為這台機子尺寸小 然後非常好安裝 配件附得很充足 它們的保固服務 我覺得也算做得蠻好 之前我們有客戶是這個壞掉 欸!它馬上就寄個新的給我買 維修啊什麼的都還算蠻有保障 那一般像這種 滴滴機 我們都建議各位配一些 好用的 精準的添加液去做使用 好的滴滴機 你配合適合的 精準的或是已經把你算好的 這種類型的滴滴液呢 它就可以幫助你 非常容易的知道說 液體要加多什麼樣子 不用再為了這個滴滴去煩惱 有了這些東西 就可以讓你的滴滴機的這些操作 變得簡單非常多 我們在加這些液體的時候呢 那記得在裝的時候 這個要稍微轉開 不然這個瓶子會越吸越扁 滴滴機倒是會抽不上去的 滴滴機安裝小常識 第一個 直逆閥呢 安裝在管線中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只是注意位置要對 第二個 滴滴管的末端的水位 建議比你滴滴液還要來的高 謝謝各位看來要選出影片 喜歡我們影片請記得幫我們按訂閱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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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 掰掰 噓